日本AV女優龙泽罗拉近年来是进军了大陆来发展 代言广告邀约不断 而且最近还传出了有一位神秘的富豪 以5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台币2亿5000万元的高价 买断了他15年的时间 要找他来当贴身秘书 我与春风归去 回宫去楼域 披着长袍和玉兔购舞 日本女優龙泽罗拉接着又脱下外衣火辣热舞 有着一张混血脸孔的他 近年来进军大陆人气高涨 最近还被大陆富豪看重 以2亿5000万台币高价买断担任贴身助理 戴着面具和龙泽罗拉互动亲密 这名昵称认真哥的男子据说就是背后撒钱的大富豪 还承诺要帮助他在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引发网友议论 但最后认真哥却在微博否认消息 声称只是配合主持人演出 请外界不要抹黑 女優在外地发展不容易 然而在日本谋生的男優最近也面临困境 过去在节目现身说法男優清水剑分享职场真人真事 现年35岁的他拍戏经历丰富 感叹工作太辛苦 因为日本男優女優比例悬殊 他每天得赶拍三部戏 只能靠着食用鸡胸肉补充能量 身为日本少数男優之一 清水剑工作劳累之余 也担心观众迟早会看腻 国际中心夜若宾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